最新消息 中国金花全军覆没 资格赛8人全出局 郑清文将对战萨巴伦卡 到底怎么回事呢 今天聊一下这个话题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周 我又来了 随着日子的不断临近 网球界的盛宴 中国网球公开赛再度燃情开启 今年的赛事呢 因为巴黎奥运会上 中国网球选手的作业表现 而备受国内球迷的瞩目 郑清文的女单金牌 以及张志珍和王新宇 在浑霜项目当中的银牌佳季 无疑为网球运动 在中国大地上的热度 再添了一把火 那中国网球公开赛呢 作为国际网谈的黄冠明珠 不仅吸引着全球顶尖选手的 同台竞技 也有丰厚的奖金和积分奖励 更是让人趋之若鹜 然而呢 在本届赛事的资格赛阶段呀 中国女网却遭遇了一场 前所未有的海牛 赛事组委会呢 慷慨给予多张外卡 以期呢 让更多的本土选手 有机会在国际舞台上 展露头角 但是遗憾的是呢 这些获得外卡的中国金花们 并未能把握住这一次难得的机会 首个比赛日 八名此外卡的出战的女将中 竟然有七人都暗淡出场了 仅剩了35岁的老将陆佳敬 一人呢 艰难的挺进了第二轮资格赛 遗憾的是呀 在随后的比赛当中 陆佳敬呢 也未能顶住压力 以0比2不敌 实力强劲的卢赛 至今呢 中国金花在外卡选手中的增途呀 全军覆没 陆佳敬与卢赛的对决呀 无疑也是一场实力悬俗的较量 首盘比赛当中 陆佳敬呢 虽然在开局阶段呀 上能与对手周旋 但是随着比赛的深入呢 他的劣势逐渐显现 3比6陆佳敬首盘告负 进入第二盘呢 陆佳敬的状态呢 更是急转直下 开局呢 便连遭破发 迅速呢 以0比4落后 尽管他在第五局中成功爆发 但是呢 无奈对手实力太强了 最终呢 1比6再丢一盘 无缘正赛了 35岁的陆佳敬呀 就为辽宁籍的老将呀 虽然在国际网谈上名声不显赫 但是他在国内赛场上 却有不俗的表现 目前世界排名第160 62位的他 在职业生涯当中 也曾夺得过一次 W50赛的这个冠军 并在全运会上 获得了女单同牌 然而遗憾的是呢 他在大满贯赛事当中的表现 并不理想 至今尚未能突破正赛的名坎 此次中国网球公开赛呢 陆佳敬再次未能如愿 令人惋惜 中国金华呢 在资格赛中的集体失利 无疑也为即将开启的正赛 蒙上了一层阴影 然而在这关键时刻呢 中国的网球希望之星 郑清文 却成为了球迷们关注的焦点 作为巴黎奥运会的女单冠军 郑清文在本场的比赛啊 一直也是可圈可点的 从年初的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 进入到决赛开始 他的名世界排名就逐渐的 往前十靠近 此次呢 中国网球公开赛 对于郑清文来说 无疑也是一次在家乡父老乡亲面前展示自我的一个机会了 然而呢 郑清文的夺冠之路呢 并非一帆风顺的 随着斯瓦泰克和莱巴基纳的退赛 虽然减少了一些强敌 但是呢 萨巴伦卡的存在呢 仍然让郑清文面临巨大的挑战 作为同一个半区的选手呢 郑清文和萨巴伦卡在半决赛中相遇的可能性是极大的 这也意味着呀 如果郑清文想要夺冠 就必须要先越过萨巴伦卡这一关 对于郑清文来说呢 这无疑也是一场应战 萨巴伦卡作为国际网谈的顶尖选手 实力不容小觑 然而呢 郑清文也并非没有胜算的 他在巴黎奥运会上的夺冠经历 无疑也增添了他更多的自信和底气 此外呢 作为主场作战的选手 郑清文还将享受来自家乡球迷们的热烈支持和鼓励 这一些都将成为他战胜困难 夺取胜利的重要力量 当然呢 除了郑清文之外 中国网谈呀 还有其他优秀的选手也值得关注和期待 虽然他们在资格赛中的表现不尽如人意 但是正赛中呢 仍然有机会展现自己的实力 希望他们能够吸取教训 调整状态 在赠赛中呢 发挥出自己的最佳水平 好了 今天呢 关于郑清文 咱们网谈上的一些消息 就和大家分享这么多 喜欢的朋友给点赞关注 那不知道视频前的朋友呀 你喜欢郑清文这位球员吗 也可以说说你的观点 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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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